今天告訴大家要精進 我在那邊閉關三年 修法三年 1982年到1985年 我拜了一個師父 就是撒迦正空上司 在Glin Lake碰到的 我喜歡游泳 我到Glin Lake 穿游泳褲去游泳 在Glin Lake游泳 在府裡面游泳 不用錢 那時候不用錢 在府裡面游泳不用錢 那麼你修法能夠成功 三家正空上司教你 教你這些法 他就是在1982年到1985年 他就是在西雅圖 他就住在撒迦廟 那裡有一個撒迦廟 以後他就回到西藏去 我告訴大家 修法一定要精進 一定要專一 你才能夠轉窮棍為富有 那三年以後 才搬到現在的堆門 他才蓋 這個西雅圖的掌石 才有很多的這個 好像是說信眾 開始記住 所以要精進 不能像一個故事裡面講 所以有一個人 考試 考數學 有一個小民 考數學 回來 他爸爸問說 你考幾分 他說我考30分 好 考30分 打你30下 就打手心 打30下 他爸爸問說 你下一次要考幾分 他就講 我一分也不要 不可以這樣子 要考100分 要精進到100分 修行修到100分的時候 就一定有奇蹟出現 我那時候我修行很精進 我在巴拉林仙閣閉關三年 通通在修法 我修到最後 我說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怎麼辦 余樂菩薩來了 下降 打開布袋給我看 你將來有這些東西 我也會求人啊 我不求什麼人 我真的有很多的 我現在變成朋友 所以我才做了一個 盧森宴布施基金 那時候我也看到很多這個七針八寶啊 很多七針八寶啊 哇 飛到師針面前 我說真的有嗎 我真的 真的會有這些嗎 余樂菩薩跟我講說 你會有 因為你修法 一百分 所以師尊啊 在西雅圖 也有彩虹山莊那麼漂亮的房子 對不對 彩虹山莊那麼漂亮的房子 那我以前也開過勞斯奈斯 台灣 你在雲林 這邊有人有勞斯奈斯嗎 雲林 那個問題 有嗎 有嗎 我還有便利 有勞斯奈斯便利 這種車是最好的啦 對不對 勞斯奈斯便利 我開過那種車啊 有彩虹山莊那麼好的房子啊 那麼吃現在呢 供養 當然 我今天這一次回來啊 每個人都要供養吃飯 排都沒辦法排 沒辦法排啊 排不下去啊 因為大家都要供養吃飯 我吃不完 吃不完啊 吃不完啊 只有吃就吃不完 我穿呢 穿呢 都是很好的啊 我穿的 你看我穿的這一件 是印尼的地址送的啊 因為比較涼快 在台灣不能穿那個很那個 很那個 很那個 很多彩的 穿這個 穿這個是剛好 穿也都有啊 農袍 大家一直拼命送啊 送不完啊 衣服 衣袍一大堆 帽子一大堆啊 髮帽一大堆啊 金銀珠寶有沒有 有啊 我這個是 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鑽戒是 香港 年薪 上司送的 最近人家送的一個 這是 立立法師送的 我沒有跟他要喔 自己 自己找人家去打造 打造的 這個鑽石啊 是無瑕之的 1.58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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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級的 最高級的 低 沒有瑕疵的 很貴的 我這個表啊 勞力是滿天心的啊 勞力是滿天心的 香港的一張是送的 你只要羞恥有成就 這些東西都來 你不能花錢去買 所以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趕快修這個 洪財神法 趕快修監勞地神法 監勞地神的來歷很不簡單喔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開悟的時候啊 一般的開悟啊 又有人證明啊 向你們 向你們開悟了 射箭 有師尊來給你證明 說你已經開悟了 對不對 有師尊給你證明 你已經開悟了 釋迦牟尼佛開悟 但誰來證明他開悟呢 是監勞地神 從地裡面出現 給佛陀證明 說佛陀切實已經開悟了 而且監勞地神還獻上所有地上一切的供養 獻上所有的供養 所以六度堂 怎麼還沒有蓋雷障事呢 有地沒有 還沒有 地都沒有啊 應該 應該這個雲林喔 地很大的 這裡 這裡的地 空地應該很多吧 是 很多空地吧 你如果蓋了這個試驗 這個功德也是很大 這不是叫功德啦 就福德 效果金刷 不會很大 好消息 連身法王將在11月17日 台灣雷藏寺主壇搖池基姆 護膜大法會 歡迎您前往參加 詳情請便 049-2312-992